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卖子全员 问您提供的itmorrow加css基础入门视频教程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如何使用这个表格相关的这个标记 然后那么也进行了一些基础的练习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上一节课所想的知识呢 来制作我这边所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表格 那么这里对应的这些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之前的这个属性来实现 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什么呢 BG Color对吧 背景颜色这个53分我们给它画一个级别 比如说60分及格 那53分没有及格 那么我们就给它添加一个红色的背景 这里没有成绩 那么用一个灰色的一个背景 好那么这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表格 好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呢 来学习如何使用这个表格的嵌套功能来实现这样一个网页的布局 好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来先来分析一下 好那么这个页面呢 首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成一个大的一个表格 对吧表格 那么一共呢是三个TR三行对吧 这是一行这是第二行 然后这是第三行对吧 好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啊布局 然后呢我们来呃先来制作一个大体的一个布局 好 htm 斜杠htm 好 然后保存到第八节课 好呃 网页的投信息依然的 这个是每节课比不可少的 贴到 好 网页布局 好 然后处理智服机问题 好 单标记去掉它 然后 body内容 好 table 首先来我们把它划分成三个对吧 三个啊 TR TD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好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在原文件里面 第八节课的 大目 好 一二三对吧 三栏 呃当然我们可以给这个type呢 加一个border 一个像数 好 那么这样呢 更直观的去啊 去了解 好 回来 我们要让这个大的表格 有我们当前页面的宽度这么宽 然后呢 聚中 这样来呢 好 我告诉大家 当前页面呢 它的宽度是 呃 是多少呢 是960个像素 好 960 然后聚中显示 对吧 好 聚中显示 它引号不要忘了 好 然后这个时候来刷新看一看 在哪里 在这里 我先把之前的 课程的这个页面给关闭 好 刷新 看一下 对吧 好 三栏 首先呢 呃 第一个栏呢 是网页的头部 对吧 这里 好 网页的头部 头部 然后下面呢 是网页的底部 对吧 底部 然后中间这部分呢 我们给它写一个网页的左部分 左 左 左部分 和 右部分 和右部分 好 然后刷新 看一下 好 这样来 对吧 头部 左部 右部 底部 好 那么 头部的高度呢 我们来 嗯 看一下 有多宽 大约的来估计一下 那比如说 一般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高度 好 呃 给一个高度 90 好 看一看 有没有这么高 好 90 差不多 对吧 差不多 好 底部也一样 是90 那么把这个 拿过来 底部90 然后 刷新 好 可以了 对吧 然后中间这部分呢 大概顾一下 应该有500左右 好 500 看一看 好 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然后呢 那然后 我们来 先把头部给搞定 头部有个背景颜色 红色 对吧 好 呃 我们先来代替它显示 对吧 好 背景 color COL OR COL ROR 好 RED 刷新 看一看 好 红色了 可以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想让文字和这里一样 变大 那么这个呢 可以使用我们之前的 那个 知识 先让文字 集中 好 集中 CNTR 对吧 集中 好 刷新 看一看 集中了 然后设置文字的信息 用我们之前的知识 iPhone T 好 然后 呃 加出 加出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 B 来进行 加出 好 然后 设置字体 C字 好 比如说 五个 到五倍 大小 好 对吧 五倍大小 或者是六倍 七倍 六倍 好 六倍 对吧 然后 白色 Color 对吧 颜色的属性 Color 好 白色 好 那么头部呢 就完成了 对吧 头部就完成了 好 呃 这个表格变框 我们最后来去掉 好 然后把这里的这个属性呢 拿过来 拿过来 拿过来给谁呢 给我们的这个 下边的这个东西 对吧 下边的这个 叫做网页的底部 好 然后 后边的卡过来 看一下网页底部 好 一样了 对吧 好 头部和底部的一个布局 好 框架 就可以了 然后 中间这部分 好 中间这部分就使用到我们的欠套 好 欠套 那么 中间呢 这个TD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表格 好 分为两个表格 那么 好 Table 我们直接在里面使用Table 好 Table 然后 TR TD 好 这里进行一下排版 不排版的话 可能看着有点凌乱 对吧 这样来 好 那么这个呢 是网页的左部分 好 网页的左部分 然后我们刷新看一看 好 因为现在它没有这个具体的设置 没有背景颜色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好 BG Color 对 为什么呢 黄色对吧 Yellow 好 黄色 刷新 看一看 好 那么只有这么小一点 对吧 就这么小一点 好 呃 怎样来处理呢 我们把它外边的这个 这个 TR的这个高度给去掉 然后 拿进来 给我们的这个表格 拿进来给表格 好的吗 我们这样看到 好 那么这个表格呢 就占用了这么多 对吧 好 然后 我们怎样来 进行两栏布局 我们 首先让第一个表格 左部分 对吧 左边这个 让它占据我们整个 TRJ行的30% 那么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 加一个这个宽度 好 WIDTH 好 等于多少呢 30% 好 这个 拐格一下 然后刷新看一看 好 30%了 对吧 好 30% 然后 这边的这一部分 右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嵌套 一个表格 好 把它复制一下 两个表格 那么 上面是30% 下面就是70% 好 70% 那么这是网页的 右部分 右 好 右部分 那么我们给它 更改一个颜色 比如说 呃 绿色吧 好 绿色 刷新 好 那么到下面了 对吧 好 那么 呃 他们没有在银行 这个怎样来处理呢 好 我们来 让它的这个对齐方式 居左就可以了 好 居左 left 好 居左 两个都要 居左 居左显示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好 网页的左部分 右部分 大体的布局 就出来了 对吧 好 字体的相关属性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里的这个font和b拿过来 好 font和b拿过来 然后把这个给它布上去 好 然后刷新看一下 对吧 好 呃 居中显示 好 居中显示的话 在这里 好 好 居中显示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表格 好 表格的这个 border呢 给它设置为0 好 设置为0 然后刷新 好 刷新之后 基本上和这边一样了 对吧 基本上一样了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 好 这两个tr 这三个tr之间呢 它有这个间距 对吧 有间距 好 有间距 怎样来处理呢 好 我们可以用之前啊 上一期课讲的的这个属性 那哪个呢 是t 这个属性 单元格与单元格之间的这个内容 对吧 这个距离 好 那么我们把它设置为0 单元格与单元格之间的距离0 好 然后刷新 好 可以了 对吧 好 可以了 内容 内容啊 内容之间的距离也是一样的 spin spin 没有s 等于0 好 两个都为0 然后再来刷新 好 这个白相也去掉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和这边的布局就一样了 对吧 但是呢 这里上面还有一个这个空白的部分 那么这个是如何处理呢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又增加一个新的知识 就是我们body啊 body的这个属性 那么这里讲一个啊 什么属性呢 呃 measure 好 top measure m-i-r-g-i-n 好 topmeasure 等于0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这个 body的这个网线 内容 离上边的这个距离呢 就为0 好 离上边的距离 就为0 好 那么这里我把这个表格的对习方式 先给去掉一下 先给去掉一下 然后来刷新看一看 他默认居左对吧 居左 然后 这个左边还有一个距离 怎么来处理呢 好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 呃 一个是topmeasure 和一个是这个leftmeasure 好 left 他其实方向的值就是left 好 一个是left一个是top 好 这个时候来刷新 那么就去掉了左边和上边的距离 那如果 如果我们的表格的宽度不是960 而是百分之百 我们来看一下 百分之百 那么好 没问题对吧 如果右边有编具 那么呃 这个处理方法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好了吗 回过头来 我们把它改成960 然后 居中显示 CNTR 对吧 居中显示 那这个时候 好 和这边的这个网页的布局呢 就一样了 对吧 好 那么 那么这就是简单的一个表格来实现啊 嵌套实现一个网页布局的一个方法 好 那么同学们下来一定要啊练习一下啊 一定要练习一下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